太惋惜!她给琪琴、胡瓜当过助理,40岁才红遍台湾,却因何久过两促死,享年44岁。 太惋惜!她给琪琴、胡瓜当过助理,40岁才红遍台湾,却因何久过两促死,享年44岁。 在观众看来,娱乐圈的明星们总是光鲜亮丽,每一次出现在观众视野总是吸引足够的关注。 但是,在他们赚钱的同时,也生活在高压环境中。 随着媒体越来越发达,他们的生活细节都暴露在大众面前,犯点错误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此逼死了很多明星,比如张国荣、乔任良、尚余博等。 今天我们说的这一位,出生军人世家,16岁开始玩音乐,当过琪琴的助理,24岁开始拍戏,一直到40岁才走红,却因长期劳累喝酒太多突发心肌梗塞促死,她就是荣祥。 其实明星将对于普通人的压力更大,他们有情为了工作每天只睡那么两三个小时,一些二三线演员,片酬度高,休息不好,有时候失心劳累,容易走天峰。 荣祥1969年出生于台北,父亲荣祥新是台湾陆军少将,因此从小父亲对他进行的就是军人式教育,希望他走这条路。 然而身材高大的荣祥并没有听父亲的话,也因为这个,当年荣祥选择进娱乐圈的时候,与父亲的关系闹得很僵。 荣祥天生拥有好歌头,一直很想发片。 16岁开始玩音乐,当时就是跟琪琴学习,做过红乐队的合音和鼓手,算是红乐队的第二代成员。 琪琴在1991年世界学会演唱会时,荣祥就是担任鼓手。 除此之外,还当过胡瓜的助理,与任仙琦一起因拍摄综艺节目《百战百胜》成为牧匿之交,荣祥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活跃于音乐和综艺。 1993年,荣祥开始接触电影,从音乐的陆壮向影视圈。 1995年参演香港电影《特警级先锋》,1998年,荣祥参演《布袋和尚》,在该剧中饰演郭诗一角。 但是一直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可能由于戏不多,在90年代中期,荣祥更多的是在综艺节目上面展开工作。 喜欢看康熙来了的人应该对荣祥比较熟悉些。 然而受打击的是,荣祥在2007年因吸食大麻进入看守所戒毒,这让他的事业一度跌入谷底。 2007年后,荣祥尝试做生意,在台湾坑丁女人合伙开包子店,名字就叫荣将军,后面还和妻子开了夜店,共同经营。 而对于荣祥,很多观众认识他应该是在2009年的《疯狂的赛车》中饰演《黑帮老大》,这部电影票房破译,也让荣祥从大陆红回台湾。 40岁的他终于在经历低谷后在演艺事业走红,重心转往内地,从综艺成功转型为影视,走红后资源也变多了,拍了《大有前途》,《绝命岛》,《混混天团》,《宝马狂想曲》等多部作品。 特别是2012年参与梁朝伟、刘青云、周迅等人主演的电影《大魔术师》,在片中演出军阀,纯属演技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就在荣祥事业正走红时,却发生了悲剧。 2013年1月25日,荣祥和几个朋友在一间卡拉OK店聚餐,中间喝了点酒后荣祥突感身体不适,道得不起。 经紧急送医急救后仍不至去世,年仅44岁,死亡原因是心肌梗塞休克。 这个噩耳发生得太突然,导致父亲和太太都没见到最后一面,网友称,荣祥在去世前微博里分享的都是喝酒的照片。 说明可能喝了几天的酒,忙碌酒吧生意和拍戏,也没能好好休息,最后导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荣祥就在自己刚从低谷走出,事业正巅峰的时候去世了。 荣祥生前很仗义,因此有很好的人员,据说当时去给荣祥送别的黑白两道的人都有,光道上兄弟就有三、四百人送行。 而遗憾的是,荣祥与太太赖先和结婚快十年了却一直没有孩子, 2012年以2890万元购入大房子,贷款高达1980万元,就是准备要小孩。 然而荣祥却这样撒手而去了,最终留下沉重的房贷给太太赖先和。 疯狂的赛车中这个胖胖的身材高大的黑帮老大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现在回去看这部电影,荣祥在这部剧里面确实演得很出彩,为这部电影增加不少色彩。 。 然而这么年轻就去世了,真的是很可惜。 而荣祥的去世,给很多艺人敲响了警钟,不管工作多么忙碌,一定要注意休息。 。